男人之间的对话 来吧来吧 来一场男人之间的对话 你第一次见我是十年前是吧 你觉得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但是我小时候看你是这么看 现在越来越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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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就就就好 你觉得我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在你身上看不到缺点 但是硬要说一点的话 特别奇妙的 人 就是你 情绪变化特别狂 让人家会有一点 根本上的节奏这样子 你说的是工作的时候吗 拍哪个榜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情绪 不拍和拍都是一个状态 你觉得我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你是一个观察力很强的人 我发现你对我的描述都很精准 昨天没洗脸吧 我问的直接一点吧 你喜欢哪个女明星 特别多所以就 都说出来吧 已婚的吗 是不是已婚吗 太多了就一时间说不出来 有已婚也有没有 脸和身材哪个东西啊 我觉得还是脸的 身材一般平时都折着 看一看不见 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就会觉得身材比较重要 聪明和心地好 那个比较平 如果是一个心地不好的人 但他又拥有高智商的话 那就对于周围的这个 周围人和这个社会 我觉得还是太大 如果是一个心地好的傻子 那我觉得他至少会 给周围的人带来很快乐 你是心地又好又聪明 如果让你回到我现在的年纪 对 你会做什么 太轰轰烈烈烈的厉害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已经团队了 所以我要回去的话 我肯定要做一件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就是比方说 如果我背着相机 去给女同学拍照的时候 我会真的装一卷 装一卷胶卷 让你可以披着我的皮 去做一件事情的话 你会做什么 我可能就是会带一堆同学 去你餐厅吃饭 对 然后可能还可以开开你的车 开开我的车 你有驾照吗 没有 违法的事不能做 这个职业呢 你做什么事情都会被放大 被舆论放大 被观众放大 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那有时候呢 就是放大了以后呢 它会 事实会被扭曲 然后会被 误解 这个时候会觉得很 很糟心 很糟 没事的 不会 不会遇到